Hello 大家好 我是GiGi 如果你們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是長了很多粒粒 全面都是小小粒 有點紅 有點癢 經過了大約大半年的保養和食藥之後 其實我的臉已經穩定了很多 不過現在有時可能在天氣變 總有會突然爆粒粒的情況 但是每次我都會用到以下這些產品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5個我爛臉時期一定會用到的護膚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了 我自己的皮膚是混合性 底部乾得來 但又會出油 所以每次我爛臉時 我最注重的東西是保濕 鎮定和修復 所以以下這些產品主要是有這幾個功效 而且它們都是敏感的食用 首先第一樣是一個洗臉啫喱 就是這個Dermalogica的Ultra Calming Cleaner 這個品牌在香港好像不算太多分店 但其實在美國它是很有名的 它是專門用一些敏感器去用 我自己做去Facial那間美容院 其實也是用它 所以我試用完之後覺得好用 我就買了它 這個洗臉奶也分了很多個系列 這個就是Ultra Calming的系列 它很溫和 皮膚發炎或者敏感的時候很適用 它的質地和Cetaphil的洗臉都有點像 也是一個啫喱狀 它因為沒有加入起泡劑的關係 你洗上去就不會有泡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皮膚敏感 或者是爆瘡的時候 最好就不要用一些有加入起泡劑的產品 因為就會更加刺激你的皮膚 我用完它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因為我最討厭有些洗臉膏 洗完之後會有一種滑散散 或者是太乾淨到絕手那種 那我就很討厭的 但是用完它 你會覺得它有帶走你臉上的污垢和油脂之餘 都不會過分清潔 一些都不合理 是覺得挺軟熟 有一種保濕感 有時候可能你突然生粒粒 你用它也會舒緩到你突然生粒粒的不適感 就算我現在可能沒有生粒粒的情況下 我早上也會繼續用它 然後第二支就是 Attorage AD Plus 5號的一個Tona 這個牌子是日本的牌子 也是專給敏感的用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很喜歡它的卸妝洗臉膏 因為它是沒有香膩 所以我用這個牌子也是很放心的 這個你可以當它是Tona早晚用 或者你可以拿出去 突然之間臉覺得痕癢或油的時 你就可以噴它 它的噴頭也挺小的 就是它會很平均地噴霧出來 不會一噴完 你會覺得臉是一滴滴水的 就算你上完妝用它 它也不會剩下你的妝 噴起來其實現在是有一種很濃烈的中藥味 因為它真的加入了中藥成分在裡面 例如一些艾草和紫蘇 所以就可以幫你消炎和殺菌 我覺得它的鎮定和消炎效果很好 噴完它之後會涼涼的 會覺得臉鎮定了 而且如果你突然之間反紅 噴它也會有降紅的效果 它是連著 就算你曬傷完之後 也可以用它 有時候我突然間生了一些粒粒 粉刺 我就會把它噴濕化妝棉 濕敷在粒粒的位置 其實敷完後 都會覺得舒緩了很多 過一兩天都會慢慢平復 還有它也有控油的效果 特別是我們現在 現在可能每天都要戴口罩 覺得很焗促 或者之後 夏天都可以噴它 全天的出油量就會減少 你的妝也可以持久一點 然後就想跟大家說說 這個OAOA的敏豆精華 這個精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 在Night Time Skin Care Routine 分享過的 這個也是我自己用了幾個月的產品 我之前就在Facebook看到它的廣告 看到就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但之後發現原來它是一個台灣牌子 它是跟日本諾敦旗下的一些實驗室 一起研發出來的 我又看到它說到 有一個SGS的抗抗測測試 以及法國敏感肌測試 我用起來又真的覺得很好用 它的質感其實是很碎 因為它不黏黏 其實你塗上去 很快就會已經吸收了 你用完那個感覆 也不會好像有沉膜的 這樣沾著你的臉 它是有一種很淡淡的柚子味 有時候可能突然生了一些 紅紅的粒粒或者暗瘡 我會只會把我本身在用的精華 轉做它 其實用它一兩天 已經看到粒粒慢慢平伏 用了它就會覺得安心一點 因為有時候如果天氣變 或者知道那陣子皮膚不是很穩定 我就會用它 通常用完它都會更加放心 也可以很平安地度過那段 這麼危險的潛伏期 話說最近臉上有一點點生了粒粒 真的很小粒的小粉刺 早晨 剛剛起床 然後現在那個臉 其實經過了一晚之後 都已經收細了很多 粒粒是沒有那麼紅 而且沒有那麼凸 所以這支東西真的挺厲害的 第四樣就是大家應該都不陌生的 Corel Intensive Moisture Cream 因為我之前也有介紹過它 是我暫時人生來講 用過最好用的護膚品其中一樣 我用它都用了五六瓶 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很油 我就不太建議你用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內乾外油 或者是敏感肌 混合肌 乾肌 你應該都會挺喜歡的 它的質地很潤 因為我喜歡一些Creme 夠Creme 夠厚 但它Creme 又不會說很油 你吸收完之後 就會覺得臉好像有一層保護膜 把你之前用的護膚品 水分都會封實 用完它 臉會覺得很水潤 很柔軟軟縮 其實有時候我們生粒粒 或者突然敏感 都有機會因為底層太缺水 才會分泌油出來 以前我不懂得護膚的時候 一生粒粒 我就不斷控油 搞到底層越來越乾 其實我們可能爆瘡 或者敏感的時候 保濕也是很重要的 有時我有些位置乾到脫皮 或者突然出粒粒 我都會厚擦它 很快可以舒緩 我都很推介給大家 特別是現在秋冬天 或者是快轉季的天氣 去試試用這個 最後一樣 又如何少得面膜呢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敷面膜的人 而我爛臉時期會用到的面膜 就是這個保藝的酵素洞膜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之前很喜歡用 的金盞花的洞膜 但我發現現在很多地方都買不到 所以想推介一個很好用 而且更容易買到的洞膜給大家 這個洞膜我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由中學的時候看女人 我最大見到她介紹 已經開始有用了 因為我始終Paper Mask 是很多添加劑 會比較刺激的 所以我爛臉時 就會用到這個洞膜 我會厚敷它 厚度是要有5mm左右 還有敷三至四十分鐘 是一定要敷它 是要夠厚和久 才能發揮它的功效 用它 你會覺得臉很涼滋滋 很舒服 會有一種好像是refresh了的感覺 敷完它之後 其實會覺得整個臉的膚色 更加均勻和白淨了 你的黑頭和粉刺 都會輕輕地走出來 這個時候你用一支黑頭針 按一按 其實它很快就會流出來 其實有時候如果沒有爆粒粒的時候 你用完它 可以再敷多一塊保濕的paper mask 那個效果會發揮得更好 以上這五個就是我爛臉時期會用到的護膚品 其實每次我爛臉 我主要是想找回一些做到保濕 和舒緩效果的護膚品 所以以上這些產品 都是圍繞著這些功效的 但是每個人的膚質和皮膚狀況 都是不同的 可能對我來說有用 對你又未必有用 可能你用也有機會會敏感 所以你們用之前 一定要細範圍地塗在一些邊邊的位置 要不然會令大家敏感 我就會很不好意思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和覺得有用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多喜歡用它 它 因為之前有人說我 好像經常捲你 然後我發現它的 是有點捲的 所以我就想 說不捲的 它 它 是 OK 繼續 就會 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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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